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问题就是 以楚国的强大 以国君的尊贵 为什么堂堂楚王能被盗贼杀死呢 楚生王在历史上只是一个过场角色 没留下什么记载 所以他到底是怎么被杀的 又为什么被杀只能成迷了 所以我们想弄明白盗杀这个词 也只能借助当时其他的历史事件了 幸好盗贼杀死国君 或者是其他大人物的事情 在楚生王以前就已经不新奇了 我们先看一下公元前491年 楚生王之死89年前 发生在蔡国的一起杀人案件 春秋有一句很简短的记载 原文只有五个字 盗杀蔡侯申 如果用士号称呼 这位蔡侯申就是蔡昭侯 和周天子同姓 姓姬名申 授封侯爵 但春秋这里呢 叫他蔡侯申 并不是贬义 只是因为这位蔡侯申 刚刚过世 士号还没有商量好 蔡国是中原南部的一个小国 存在感不强 他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事情 就是和陈国一起困住了孔子 让孔子和随行的弟子们 险些饿死 给后人留下了 陈蔡绝良的典故 和君子顾穷的成语 陈蔡绝良的事情 就发生在盗杀蔡侯申的两年之前 也就是说 孔子挨饿的时候 蔡国在任的国君 就是这位蔡昭侯 当时孔子 途经陈国和蔡国之间 楚昭王派人请他 陈国和蔡国的大夫们 怕楚国得到孔子这位人才 会对自己不利 这才联手把孔子困住 这件事可以告诉我们的是 蔡国和楚国的关系很糟糕 这正是盗杀蔡侯申事件的源起 本来以蔡国的国力 在楚国面前 只是小弟当中的小弟 根本没资格和楚国搞坏关系 但是蔡昭侯曾经被楚国扣留 受够了楚国无情的打击和虐待 为了向楚国发泄他的怨恨 他什么事都愿意干 这就像我前面讲到 治国劝谏治疗的时候 说过的那个道理 锐 乙 风 差 皆能害人 旷军向虎 连小小的蚊虫都能伤人 何况异国的国君和总理呢 蔡国自己当然没有报仇的实力 必须找到强大的盟友才行 于是蔡昭侯联合了吴国 共同伐楚 这时候的吴国 国君是著名的吴王和驴 后来呢 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手下的能臣 既有传奇的吴子虚 又有兵胜 孙武 吴国一出手 真把楚国打惨了 连国都打下来了 楚昭王一路逃跑 巧合的是 路上竟然也遇到了盗贼的攻击 幸好有惊无险 吴国并没有吞下楚国的实力 所以打完胜仗就撤兵了 楚昭王赴了国 好好修整了一番 于是 楚国还是当初那个强国 正如蔡国 还是当初那个弱国一样 蔡昭侯 这回可不好办了 面对楚国的报复 赶紧向吴国求救 这个时间呢 就是孔子绝粮的时间 吴国对蔡国的回复意见是 我们两国呢 相隔实在太远了 我就算救你一次两次 可是没法救你三次四次 不如你们搬搬家 把国都搬到靠近我们吴国的地方就好了 蔡昭侯 也不和大夫们商量 直接就同意了 就这样 吴国如约派来了援军 顺道帮着蔡国 把国都签了 蔡国贵族们 肯定都不愿意 毕竟国都一签 伤筋动骨 眼看着蔡昭侯 又要去吴国 蔡国大夫们 生怕他又和吴国 达成什么私下交易 把国都签的离吴国更紧了 大家一商量 索性 把蔡昭侯 做掉算了 我们前面讲过 春秋时代 文武不分家 贵族们从小都要练武 尤其要会驾车会设欠 所以这些蔡国大夫 蔡国的高级贵族们 都是能上战场 能拉弓射箭的狠角色 蔡昭侯 扛不住这些狠人的攻击 重箭受伤 逃进一所民宅 大夫们 有勇有谋 精诚协作 杀掉了蔡昭侯的卫士 进而成功地完成了 弑军撞取 这就是 倒杀蔡侯身的 全部经过 那么问题来了 倒 究竟在哪呢 所有的凶手 明明都是蔡国的高级贵族 就像一家 现代公司的董事会里 董事们 不满意董事长的 一意孤行 于是联手 并且亲手 把董事长杀了 这明明就是一场政变 凶手都是亲戚 众臣 元老 贵族 真正的盗贼 连一个都没有 那么春秋 为什么要说成 倒杀蔡侯身呢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春秋大义 当真存在 杀害国军的人 不配称为大夫 所以春秋 用道来定义他们 表达十足的蔑视 第二 蔡国大夫们 其实并没有亲自出手 而是买通了盗贼 杀掉了自己的国军 史记的记载 确实支持第二种说法 说蔡国大夫们 安排了一个叫做 利的盗贼 杀掉了蔡昭侯 然后又把所有脏水 泼到了利的身上 诛杀了他 历来 替大人物做脏事的人 往往会落到这种结局 反正 不管根据哪种说法 倒杀蔡侯身 都是一场 货真价实的正备 古人相信 孔子做春秋 为万事立法 春秋的一字一句 莫不饱含着 极其深刻的用意 这就是所谓 威严大义 最会解读威严大义的 有两部经典 公羊传和古良传 他们和左专一起 合称春秋三传 我在雄艺书院都有讲过 公羊传有一个总结 说春秋对于弑君的大夫 一律指名道姓 如果凶手身份卑贱 那就一律称人 比如这个身份卑贱的凶手 是蔡国人 春秋就会写成蔡人 如果是大夫杀了大夫 那么对行凶的这位大夫 也称人 如果是身份卑贱的人 杀了大夫 那么凶手就被称为盗 显然当这个规律 遇到前边说到 盗杀蔡侯参 就不适用了 这该怎么处理呢 公羊传很会变通 说孔子的意思是 这些弑君的大夫们 比卑贱的人更卑贱 在李治的序列里边 弑是最低一级的贵族 弑以下就是平民百姓了 都属于身份卑贱的人 还有什么人 比平民百姓更卑贱呢 公羊传说 当然还有啊 那就是罪人嘛 所以按照公羊传的解释 盗杀蔡侯参的真实含义是 罪人杀蔡侯参 那些弑君凶手 连贱人的称呼都配不上 只配称为罪人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 来看公羊传的这些解读 当然不以为然 但如果你生活在汉朝 掌握公羊传的这套逻辑 特别能帮助你升官发财 不过春秋大义这套逻辑 并不容易掌握 就拿眼下这个道德问题来说 当真的有某个身份 卑贱的罪人杀了国君的时候 春秋也有偏偏 没用这个道字的情况 事情发生在吴国 看门的人杀了国君 春秋的记载是 婚杀吴子鱼记 婚指的是看门人 当时的看门人 通常都是受过悦刑的罪人 脚被砍掉了 行动不便 正好适合看门 吴子指的是吴国国君 子爵 鱼记是这位国君的名字 根据左传的记载 这里的婚是吴国捕获的 楚国俘虏 被派去看船 趁吴王鱼记接近的时候 突然行凶 一个身份卑贱的 受过肉刑的 货真价实的罪人杀了国君 如果依据 公羊传的上述标准 这无论如何 都该表述成 盗杀吴子鱼记 但春秋偏偏写成 婚杀吴子鱼记 这真让公羊学家们 大伤脑筋 到底谁是盗 谁不是盗 这还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这时候 我们就该求助一下 古良传了 古良传真的给道 做出了准确的定义 和细致的归类 具体内容 我们下一讲再谈 你呢 是如何理解春秋笔法的 也就是用抠字眼的方式 表达写作者的褒贬 欢迎在留言区 聊聊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